因為這些有很多設計 那些是編繫到個人私隱 或者一些版權的問題 哦,但我們拍一幢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新田這個地方呢?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的地方叫新田購物 這裡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一個人都沒有啊! 大家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商場全部都由這個貨櫃組成 那其實這裡呢 這裡應該是怎樣來的呢? 從元朗搭的士過來就要用80元 那如果開車過來 買滿200元就可以拍兩個小時的車 而我們呢 那車不是我們 那如果你是開電車的話 其實這裡是可以免費充電 好似廣告 我們去吃東西 又是一個人都沒有的,福證 其實現在已經是3時80了 但是3時30還沒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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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其實呢 剛才說過用200元就可以坐車了 這件事是很難的 因為這裡什麼賊都沒有 哈哈哈哈 認真啦 什麼都沒有呢 可以用來打卡 因為小人的地方 拍照是方便很多 我們吃東西再說 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打卡 那這支呢 就是35mm 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主要道具 然後這支鏡放了下去 這個80D 就會好像人眼一樣 那個焦距就去到50mm 那大家可以在看這些照片 其實呢 拍的感覺都是很有電影感的 那這支鏡呢 其實呢 用來拍人像是十分之好 因為那個虛化的效果是做得很好 我們是用了少少王家維比較抽象的感覺 再加少少愛因斯坦和牛頓的 F等於MC Square這個定律 去拍這張照片 那感覺呢 就好像Pi是3.14 但是不會是3.15的感覺 即是會比較學術 希望大家聽下去不會覺得悶 好 那跟大家說完笑之後呢 就真的認真跟大家去拍 去拍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主要是會用廣角去拍照 因為廣角是可以拍到一個大環境 還有那種扭曲了畫面的感覺是很有趣的 為什麼我們覺得這裡剛好打卡呢 除了它沒有人之外 是因為兩年前 領戰就開始照標 找到很多不同的商店 有很多遊樂場那些人就進來了 但怎料發現人流其實不是那麼多 那其實這裡慢慢變成一個 即算是半個遊樂場的廢墟 留一些設施在這裡就可以用來拍照 就好像一些飛鏢啊 或者一些扭彈機啊 但其實都沒有人用 是沒有插電的 因為這些有很多的設計 那些是編上一個個人私隱 或者一些版權的問題啊 哦 但我們拍一張牆的 這個是版權 OK OK 我們走 好嗎 不要緊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也是 防止一些記者 我們不是記者來的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避免一些 不要緊 不會 好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要緊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其實這裡呢 如果你賣滿200元 其實是可以跨境去大陸 但聽說這裡呢 8月呢 會開始有很多不同的商套啊 加密 這裡呢 其實有一個呢 是那些叫做卡丁車場 可以玩的飄移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它 都不是很多店 真的拍照的來囉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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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跨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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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又在那邊吸引門 拜拜 拜拜 這些還沒夠清的 被人拘捕的 你為什麼一想一想那些呢 還沒夠清 還沒夠清 這麼晚的外面會被人拘捕的 會被誰拘捕 被爸爸媽媽拘捕 在我拿你的拘捕 好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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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好 好 心 好 妳